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些人中 我们唯一忽视的就是曾国藩 然而他确实是当时最有资格称帝的 但他却如此低调 以至于我们根本没将他与皇帝位置扯上关系 曾国藩给我们的感觉是谨小慎微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怂了 太怂了 然而曾国藩在对付太平军时不但不送啊 还很凄厉 像杀人狂魔一样 虽然那些百姓没直接死在曾国藩手里 而是死在他不下手里 然而那也是他纵容包庇的 1864年 南京城陷入 湘君展示的恶魔嘴脸 比太平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湘君本来说是要守护南京城的百姓 可他们付出的只有带着血的刀刃 比赤裸脑的恶 更可怕的是 被善性包裹的恶意 当人性的贪欲 拖下人意里置信的儒家外衣 那种嗜血的疯狂令人瞠目结舌 那一次屠城南京遭到巨大伤害 全国人口减少一个亿 有五千万百姓死在湘君屠杀下 三千万死于饥荒和瘟疫 这一场闹剧后 换取了曾国藩更高的威望 为他的仕途托平了道路 在这一场屠杀过后 人们叫他曾剃头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曾国藩却变得谨慎小心 他不但一心严起卢家为人处事之道 还著书立说宣传自己观点 温柔敦厚就他的代名词 这样一个人 他断然没有称帝的魄力和勇气 不过曾国藩的脑子是清醒的 他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贸然称帝 没什么好下场 他知道今天曾国全能忠心耿耿 声情并茂 替内横流地劝他成帝 明天就能像赵光义之鱼赵匡 一样杀掉他 还会露出残忍的微笑 曾国藩十分冷静地说 共患难时大家是朋友 共富贵时就成了仇敌 曾国全说 大哥你是两江总督 你是怕左宗堂吗 没事有老弟罩着你 你就放心去做吧 除了曾国全 曾国藩手下的三十多个部将也很着急 一天晚上 乡君最得力的骨干三十多个部将来了个皇豪加身 几乎是逼着曾国藩上阵 曾国藩直接拒绝了 他表示有生之年不会称帝 部将很失望 后来湖北巡抚也递纸条给他 说 东南半壁无主 我攻击有一呼 曾国藩看后 默默撕掉纸条 不仅自己人着急 敌人也着急 李秀成被俘虏后 他还说让曾国藩成帝 恢复汉人江山 他愿意拥戴他 然而曾国藩拒绝了 一代英雄 豪杰史大开也劝他成帝 他也拒绝了 曾国藩是往死里坐 他手里明明有本钱 有五十万军队 也有其他支持他的兄弟 当年赵匡印称帝 条件未必比他好多少 对于老毛深算的曾国藩而言 他不是不想称帝 而是想等十级成书 从来都没有成书的时机 刘邦十级成书吗 朱元璋十级成书吗 其实成大事的人 只要差不多就挽着袖子干了 就像李自成 被人们说成脑残 但李自成是有魄力的 他开始只想当山带王 结果不知怎么的就打进京城 他还有点猛 我们之前看的曾国藩为何不称帝的原因 笔者以为可以不看了 所谓称帝的条件 其实没那么死板 真正有能力问鼎天下的人 他必然是一个有胆破的人 看准了就干 先看了再说 当然这也有可能死得很脆 但如果没死 就能为自己的人生打开新的篇章 富贵显中求 全是也是 至于曾国藩那套忠义的真结牌 防 撤了吧 谁不知道谁呢 没有一个心怀忠厚的人 能够在仕途上平不清云 他能坐到那个位置 一定也有不为人知的恶 正因为曾国藩的不决断 他死后被人一痛狠骂 有人将他定性为汉奸 想想真是得不偿失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请说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说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